兩條線 那兩條呢 就是我們希望最後做完類似像這樣子 畫的是這一條 其實哪一條呢 這個範圍的上面那條線 跟這個範圍的左邊這一條線 那你可以怎麼樣 去告訴他說 我給他一個範圍 然後呢這個範圍裡面的 不是全部的線喔 而是左邊那條線幫我畫成Double XLW 那畫法特別注意喔 我的做法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 其實你可以拿哪一個來改呢 拿那個上面這個 加框線實線紅色這個 那在底下呢 只需要加兩行就可以 哪兩行呢 其實就是 我把上面那兩個 這個兩個是 我第一個先畫什麼呢 畫橫向的這條線 那橫向這條線我可以先選取 A2到G2 A2到G2 為什麼因為 我要這個範圍的上面那條線 那這地方特別注意喔 A2到G2喔 那我這邊打一下 這邊喔 點 有沒有你打一個Boulder 那特別注意呢 Boulder它這邊呢 Boulder 多一個動作 剛剛是直接點什麼 點它的LightStyle 不過呢 現在喔 我把它改一下 改什麼 前刮弧 如果你Boulder後面 加一個前刮弧 它會列出 它現在所有的線條 包含就是什麼XL什麼 特別就要你選哪一個呢 我如果要是上面那條線的話 請你選擇什麼 XL是不是有沒有 Edge的Top Top就上面那一條 有沒有 上下左右這邊 Button就下面那條線 Lapt Rights 所以這個 Top 然後後刮弧 再來多一個點 LightStyle 才是LightStyle LightStyle等於什麼呢 如果我要雙線的話 那我就打一個XL Double 那當然 這個XL Double怎麼查的 你可以直接在LightStyle 按F1 如果你有說明檔 如果沒有的話 也是一樣到網路上查 你打一個XL Double 或者自己打一下 那底下呢 另外一條線也是一樣 這個範圍 A1到A7 它的什麼呢 Boulder 它的右邊 OK 所以這邊Edge 有沒有 LightStyle一樣是 這個雙線 那你改完之後 這兩條線 只有這兩條線 它是畫雙線 其他線就沒有改變 所以把它清除掉 按下它 OK 那你可以看到 我是先全部畫 這個X線紅色 再針對這條線 畫它的上面 這條線 畫它的右邊 所以這個地方呢 可能比較關鍵的就是 你的Boulder的哪一條線 如果這個懂的話 我想大概 加上10線 紅色 出戲 再加上哪一條線 你要繪製一個表格 我想基本上應該夠用了 所以如果你要一鍵完成 把那個表格繪製的動作 可以參考一下這部分 那早上的話 我們來 就先講到那個 邏輯函數部分 那下午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看一下 其他的部分吧 後面大概就是 日期時間 數學 跟檢視與參照 OK 那我們 中午的話 就休息到 那個 下午一點半 OK